农夫山泉的阴阳祝日线图 横行史中代突破 真是横行史的 由32.3毫... 对不起 是32.3毫半的低位 这个低位32.3毫半 接着一直升 反复升的 先升到高位是43.25 明显跌回来 37.25 再升高位是44元 44元之后就完了 升浪就变成扎幅横行 因为横行区 等突破 突破是什么 当然最重要就是44元 下面的突破 就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39.05 这个位置也是39.05 如果穿了就要看 刚才我说的低位37.2 那是等突破的 那... 我们先看看指标先 指标 指标是好的 在... 5月10日 这个人出了低位 39.05 对不起 39.05 对不起 在SL極低位 接着的三个交易日 都没有出现低于39.05的收市位 所以我们说 短期的反弹 最少是反弹 甚至是短期新升浪 已经在39.05的开始的机会 是很大的 我们这样的看法 另外呢 那SL还是淡 它低于保利加通道中逐 股价 RSI 低于5天平... 低于高 460 高过 是不是 高过 原来是高过它的5天平均线 这个是好的 STC%K 现在就低于%D的淡 MACD Difference 低于0的淡 DMI 都是淡 就是一个好4的淡 形势来说 是1好4淡 是短期形势 是向淡 依然 依然仍是向淡 记住 看来依然仍是向淡 要整固好些 等于讯路转好些 最直接就是 STC转好 %K %D MACD Difference 是负数变征数 发出红楼买入讯号 这两个一转 就变成了形势变名 是偏好的 这样呢 我们就看 一些的阻力线 下降轨阻力 最明显由这个高位 拉这个高位 这个呢 就要升破了$44 就可以看了 未升 这个$44 未升破就不用看了 如果看了 迟一点 你可以由这个 $44 这个就实际点 这条线 是不是 这条线阻力 比较实际点 就比较实际点 嗯 那下边的支持 当然我看一条横线 这个不用量 你也都可以 如果你说这个 我真的 当它是见了一个 跌浪底 那你可以在这里拉一条 看它向哪里突破 这里 OK 是不是 还有刚才说过一条 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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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线 水平线 就是这个 滑细给大家看 滑细给大家看 是不是 很清晰 滑细给大家看 嗯 如果我说博反弹 那我看什么位置呢 你说博反弹 那我看看周线图 会清楚一点 周线图上面 这个都是一个 横纹区 但是你看清楚一点 刚才我说了 由这个三十二三五半 升到上四十四元 再跌回来 这里是三十九零零 上星期五又是三十九零零 如果 这个是A B C 当然你也可以画 下降位置 跟刚才的 约线图一样可以画 是不是 可以这样看 跟刚才的一样 又或者甚至乎 这个高位 这样就看 这两条都可以的 都可以看为目标的 那我还有一个计法就是 如果A B C 那我将这几个位置 32.35 44元 39.05 放在我的 给所有 Planternum 和Diamond 的Patreon 免费给大家的Excel 我将这个三个数 打下去 刚才读过那三个数 是不是 我们下读了 这个请不吝点 我们下读了 在这一个数字 下读了 多明天 我们下读了 最后 一遍 准备